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原定在12号上午9点要举行新闻发布会 但就在凌晨12点的时候官方宣布因为疫情的因素紧急取消 让许多媒体都感到相当错愕 疫情下的海峡论坛多次宣布延期后 又临时把往年会宣布对台重要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喊咖 收邀媒体还得接受闭环管理 只能待在会场和饭店 不过即便一波三折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特别为论坛写信 呼吁两岸青年多交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福建福州泉州考察 在台资企业六合机械公司 李克强鼓励他们靠创新靠质量赢得更大市场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特别选在论坛前一天拜访福建财商 不过就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访美抛出青美论和淡化九二共识后 都传出让北京当局相当不满 这次论坛蓝莹也指派副主席夏立妍视讯参加开幕式 两岸紧张关系升温台青很有感 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都会先开始问我们 到底所谓的政治不正确或者是政治都会挂在前面 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已经剥夺到我们太多的正常交流 大陆对台策略从过去的政府往来退到政党互动 现在和蓝莹产生嫌隙后 更多的着力点只能放在民间交流 TVBS新闻程序议林敏珍 厦门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